乖乖女第一次去夜店就和男人缠绵在了一起 女孩非常享受这种肉体接触带来的刺激 而女孩本来是清华大学美院的一名青春学生 她之所以这么做都怪女孩爸爸给她定下的规则 从小到大禁止她做一切和学习无关的事情 作为集团董事长的父亲 要求女儿时刻要洁身自豪 而女孩知道她自己就是道上的 现在装什么清高 女孩把自己的保镖置开后 偷偷和朋友去了夜店 就算爸爸给她安排的联姻成为龙中之鸟前 哪怕只有一点时间 感受一下自由 跳舞时一个自称律师的男人接近女孩 涉事未深的女孩马上被她迷住 跟她进了小房间 男人转头对女孩说道 没必要紧张 因为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刚反锁门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吻向女孩 女孩感到她好熟练 男人确实被女孩的美貌所吸引 你真的很漂亮 我一进夜店就注意你了 别的男人也一直偷看你 你是做什么的 女孩按捺不住地一把扯住男人的上衣 别说了 快继续吧 可没想到男人越来越大胆 男人的手在女孩的大腿上乱摸 女孩感到不是叫了出来 喂 停下 就在这时 女孩的保镖尴尬地走了进来 我的大小姐 我看您是彻底挣脱缰绳了呀 身 身太厉 两人同时愣住了 女孩不敢相信她旁边的事 她穿着黑色正装 身材看起来像运动员一样高大 结实 帅气的外貌 加上面无表情 平住呼吸等待主人下达命令的模样 真的很像被父亲白文烈训练出来的渡冰犬 你怎么会在这里 因为她是父亲众多下属中 唯一一个对女孩来说特别的男人 她就是南宫云 女孩的初恋 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五年前你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柯云就像机器一样冷漠 小姐 原来您在这里 董事长正在焦急地找您了 而抛倒妞的律师对他们的突然闯入 表达非常的不满 你们是谁 为什么 突然进来撒眼 云鬼妹般地迅速上前 掐住男人的脖子 像是跟垃圾一样把她摔在一旁 没想到女孩突然上面护住男人 你 你别这样 她是律师 我不在乎 冷漠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身态力小轻声说道 泽泽 小姐 袒护这个家伙之前 小姐还是先整理一下裙子吧 虽然我们不会把您当成异性看待 但要是被董事长知道了 他会很生气的 什么 女孩尴尬地待在了原地 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自己的裙子 这 这什么时候卷上去的 小姐 幸好我们来得及时 你差点就被那个渣男给糟蹋了 等等 别说的好像是你救了我似的 他没有糟蹋我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听到女孩的言语 律师信心立马大增 喂 你们两个混蛋 以为打完人还能安然无恙吗 申太利 关门 好 隐身似的戴上了手套 女孩拉住了他 你们要干什么 谁知律师一拳打了过来 嘴里还嘟囔着 放马过来啊 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云诡异的身法绕到了律师的身后 一招直接拿下律师 女孩还在劝止云下一步的行动 你们干什么 快住手 这是董事长的命令 敢碰小姐的人都得被教训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一直在利用她 不 敢碰您就是她的错 不能就这么算了 女孩大声喊停 我只是跟她接个吻而已 云的嘴角忍不住抽搐 随后一拳狠狠地打在了律师脸上 律师在墙边晕了过去 云平静地脱掉了手套 您甩掉呆愣的新职员保镖 就是为了来这里 做伤害自己的事 我对您很失望 小姐 你懂什么 你能明白我宁愿做出这种事情 也想反抗的心情吗 五年的时间 你都在哪里干什么 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不打给我 申太力察觉气氛不对 一把拉住雨 别说了 再说下去小姐都要哭了 申太力 你好好收尾 是 遵命 女孩完完全全地感到云变了 小姐 我们出去吧 董事长还在等您呢 女孩看着这一幕 他们应该会通过恐吓 或者给钱的方式 去解决被揍趴的男人吧 毕竟那是父亲的一贯做事风格 而云也早已被父亲的命令和手段所影响 杜冰犬高冷男友刚回国 就抓到女友在和别的男人在亲嘴 男工允直接一招打晕男人 直接命令手下脱去沉浆 女友感到委屈 因为他出去五年都没有联系过自己 刚出大门女孩闺蜜 像是见到温神一样看着男工允 她怎么回来了 闺蜜们知道女孩父亲的手段 纷纷委婉表示以后 不再和女孩做朋友 绝不会再来夜店 处理完这件事后 女孩刚回家 就遭到了董事长父亲的殴打 即使抽倒在地也不解气 逃逢女孩和她没用的妈一样 父亲精心打造的乖乖女儿人设 后面还要和其他家族联姻的计划 差点被毁了 命令女儿今后哪里也不用去 等下个月乖乖地去见男方父母 等父亲走后 女孩愤怒地看向男工允 混蛋 随便敷衍一下不就好了 非要一五一十地向爸爸报告吗 可似乎男人毫不在乎 男工允捡起他丢掉的冰块冷漠地说道 至少要冰敷一个小时以上 不然明天脸会肿起来的 肿就肿 我又没必要讨好任何人 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请你不要再监视我了 女孩的情绪彻底地崩溃 男工允捡想安慰他 刚说出小姐两个字 女孩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你总叫我干什么 到底为什么总叫我小姐啊 单独相处的时候 你不是叫我名字的吗 这五年 你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 我还喜欢你 可你为什么变成了我爸爸的走狗了 你也认为我只是爸爸的玩偶 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在我的手机里按上定位器 并把我的行踪报告给他 我讨厌你 真的很讨厌你 男工允无法指示女孩委屈的脸庞 留下一句我都是为了小姐好就离开了 女孩只觉得可笑 为了我好 你看看这真的是为了我好吗 黑夜男工允来到董事长的房间 小姐刚睡下 那就好 真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傻事 最近一有机会他就想胡作非为 他这样下去 真怕哪天他会像他妈妈一样闯下大火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他做出那种事情的 好 毕竟他妈妈的事也是你处理的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能解决好 董事长 这段时间能把小姐的事情交给我吗 好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 不过以后你要严加监视 还好你回来了 除了你 我谁都信不过 他们全是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看着男工允尊敬的姿态 董事长内心隐藏不住的喜悦 心想 还是自己培养的忠权最可靠 虽然他爸在我手下平平无奇 但这小子自小聪明 还很踏实 董事长拍了拍男工允敲打道 我之所以信任你 就是因为知道你绝不会越见 男工允放低姿态尊敬道 我绝对不会让董事长失望的 回到家后的男工允卸下警惕 忽然一道电话铃声响起 是 安全到达了 不 虽然只睡了三个小时 但我早已习惯 只是今天的情绪波动过大 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不过我都处理好了 多亏如此 他好像更信任我了 我绝不会忘记那件事情的 现在才刚刚开始 他是黑帮老大的女儿 却每天都要打扮成乖乖你的形象 就连出去家的自由都没有 因为偷出去的玩的结果 只有被父亲无情地殴打 直到打到女孩求饶 站不起来才停下 让女孩树立清纯美丽的人设 只为联姻才发S家族 获得更大的权利 而陪伴女孩的 只有一条 他养了14年的狗 如果没有这只小狗 恐怕女孩早就自我了结 自从7岁 是亲哥哥和妈妈的离开 父亲就对他的管束 越来越严厉 可每每那时 都是云守护他的 没过多久 连他也离开了女孩 等允再回来时 他竟变成了父亲手下的走狗 而另一边 他父亲白文烈 正在用暴力手段拆子 铲车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就算当地村民联合起来 反对也没用 这些只会增加 白列文的心中的快感 因为终于解决了 这群钉子户 要建立自己的度假村 而得到合法权 多亏了他的法律顾问兼秘书 南宫允市长 白列文一脸狡诈 允可是在A国总统毕业的学校 这次回国他可是我得力干奖 正是因为允精通法律 我才能在不触碰法律的前提下 使用一些卑劣的手段 而且多亏了允在里 不预见的投资者 西人建设的规模 才得以快速扩大 郑小姐提议的 投资规模金额允早已办法 看着上面的数字 就连白列文也惊叹不如 而在暗厝的允 一直都在观察着白列文的神态 女孩还在家等待着允 给他一个解释 为什么他五年前的突然离开 回国后变得如此冷漠 而昨天晚上 为什么又偷偷溜进我房间 偷偷给我的脸消除 打一巴掌给一颗枣 还是因为心中有困 女孩的贴身保镖调查 清除了昨晚那个男人的身份 只是一个普通的夜店服务员而已 泰丽顿时嘲笑女孩 小姐 您这不是单纯 而是啥 随随便便就能亲嘴的吗 没想到女孩立马反击 你进扣偷和那个女人去逛街 你不知道弟夫您是父亲的小老婆吗 她是个肤浅的女人 满眼全是钱 你居然乖乖陪她去逛街 泰丽急忙解释 我只是去给她当司机 骗谁呢 如果只是司机 为什么要陪她一起逛街 闻言 泰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女孩的家 女孩静静坐在沙发上思考着 莲姨 我不要 没想到这句话被刚回来的云给听到了 小姐 晚上九点了 你该睡觉了 高冷的帅哥竟然一把抱起黑帮教父的女儿 直接抱到床上搂到怀里 对着女孩啃了起来 就在刚刚 女孩因不满父亲的莲姨 被囚禁在了小黑屋 而父亲的得力手下南宫云请示要监视她 得到同意后 南宫云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女孩的家 把她家的电视给关了 冷漠地说道 小姐 你该睡觉了 女孩无语 我当然知道 可我睡不着啊 快给我把遥控器放下然后出去 抱歉 我不能给您 睡太晚会影响健康的 南宫云失忆 要是董事长知道你这么晚了还没睡觉 一定又会发脾气的 您快躺床上去吧 女孩脸上突然多了别样的神情 躺床上 好啊好啊 不想睡觉啊 既然你那么希望我睡觉 那你来抱我上床 闻言 南宫云皱起了眉头 女孩故作作作 快把我抱起上床啊 那我就乖乖睡觉 小时候的记忆中南宫云从来就是宠他的 好像有记忆的开始他就一直在我身边 女孩知道云和泰丽都是爸爸部下的儿子 由于当时云比同龄孩子成熟 所以爸爸就把我交给了他 每时每刻都在他身边陪伴着他 对于女孩来说南宫云甚至比家人更重要 他一直都很照顾他 所以他对他产生情感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且 女孩相信南宫云对自己也有过特别的感情 不然当初女孩亲他的脸时 他怎么会对女孩露出那样的微笑呢 可消失五年后再次出现的南宫云变得异常的冷漠 现在他只忠诚于白文烈 并且故意跟女孩保持着距离 女孩明白 他知道我的心意的 女孩继续作作 还不快来抱我 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我被爸爸教训也无所谓 大不了再被他扇巴掌 用小棍打到皮开肉栈 女孩用手指恶狠狠地瞪着男人 你来决定吧 没想到男人只是平淡地应答 你这是答应了 此刻女孩内心其实非常的紧张 仍然刁难道 愣着干什么 快点了 男人缓缓地把风衣脱掉 丢在了沙发上 小姐 那我失礼了 小心翼翼地伸向女孩 一把稳稳地将女孩抱了起来 男人温柔地说道 你可以搂着我的脖子 没想到女孩一下就老实了 男人迈着大步向前 慢慢地将女孩放到了床上 两人互相偷偷地观察着对方的神情 女孩眼睛透露出了别样的情绪 看着男人离开的动作 突然感到好烦 女孩偷偷扯住男人的衣服 我要晚安稳 男人无奈地看着他一眼什么 我说我要晚安稳 谁知男人二话不说地吻向女孩 24小时后 男生这才起身离开 你好好休息 女孩此时害羞地躲在被窝里 女孩没想到男工允竟真的会吻向自己 刚才 刚才我心脏差点跳了出来 黑帮大佬的女儿竟是乖乖女 白文烈每天派保镖24小时地监视自己的女儿 只为成功联姻官员家的小儿子 还把女儿送到了新娘职业学院培训 保镖男工允把女孩送到后 进不招呼地想要离开 女孩没想到他这么无情 喂 你就不能说句再见吗 没想到他真的就说了一句再见 女孩一不三回头不舍地看着车里的男人 等女孩进去学校后 一群人等待着他的到来 为首的兰衣女人嘲讽他道 喂 白雅拉 听说你要嫁给李承州要员家的三儿子 白雅拉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让女孩没想到的是自己都不知道的结婚对象 居然已经传开了 健壮 三人顿时嘲讽 我是觉得你可怜才告诉你要嫁得要员家的三儿子 是个身体不健全的人 女孩强忍着自己的愤怒 你爸爸怎么能让你跟那种人联姻呢 也是 毕竟你爸爸曾经是为钱卖命的混混 所以做出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 天哪 看你这表情 难道你完全不知情 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怎么办啊 你一定很受打击吧 下一秒女孩拿起旁边的花盆 直接吵蓝衣女人的脸砸去 白雅拉上前冷漠地说道 竟然知道我是她的女儿 小心我打爆你的头 听到吵闹声 周围人纷纷看了过来 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徐嫩暖引起来的 还真是物以勒举 听到周围人的言语 徐嫩暖不再嘲讽 转头对白雅拉说道 我可以滚 但我要提前跟你说一声 祝你新婚快乐雅拉 女孩微笑应答 谢谢 我会期待你的礼金 就在这时老师来上课了 女孩黯然伤神 根本没有心思插花 这周六就准备去聚国 见男方父母了 但我竟不知道 对方身体有缺陷 爸爸的目的 就是跟那位药员成为亲家吗 难道他一点都不在乎 自己唯一的女儿 嫁给什么样的人吗 想到这里女孩 转身偷偷离去 打了一辆车后 催促师父赶紧离开 女孩要先回家一趟 但不能被男公允发现 女孩打开手机 搜索起了关于 结婚对象的资料 李承舟药员的长子 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 目前担任李承源的辅佐官 其次子则于海外 完成硕士课程后回国 一直在大型律所担任律师 就是没有关于小儿子的资料 没想到司机 竟然知道一些内幕 听说因为小儿子 跟其他两个儿子 不是一个妈生 怕他的内心受到伤害 李承源才没向媒体公开的 而且 因为他从小送到了国外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 他是不是身体有缺陷 听到这里女孩泪水 在眼里打转 爸爸到底为什么 女孩打通了 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 想要让他帮助自己逃亡其他国家 漂亮女孩为了 不被联姻要原家的残疾小儿子 哭着打电话 请求唯一的朋友 帮助自己逃出国 闺蜜赶来的及时 已经成功为女孩订好了计票 女孩去房间找到了 随时离开而打包好的行李 宠物狗闻讯赶来 薄荷 你会千万不要叫 偷偷摸摸地离开家 没想到还是被庸人发现了 小姐 您今天不是去上课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女孩集中生智 薄荷不舒服 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医院不是24小时营业 下课再去就来不及了 但是男工市长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 云在外面等着 是吗 那就趁医院没关门 快去吧 薄荷要乖乖打针 不要哭 女孩刚要离开 就被保姆喊住等一下 您晚上有想吃的吗 自从小姐上次被董事长责罚后 好像一直打不起精神 这种时候要吃点好吃的 才能振作起来啊 都可以 只要是阿姨做的我都爱吃 小姐也太会说话了 我会准备小姐爱吃的东西 您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吗 女孩低头走出家门 阿姨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们应该再也见不到了 闺蜜表示自己会照顾好薄荷的 安慰女孩就放心走吧 闺蜜帮女孩打的车早已等待 为了甩开云 女孩觉得还是坐大巴去机场比较好 自己从来没出过国 应该能成功吧 看着自己受伤的神情 咚的一声 终于到机场了 我成功了吗 女孩刚下车 没想到巷子卡在了上面 今天还真是不帅 怎么办 突然一只强健的手臂伸来 吓了女孩一击灵 啊 谢谢 没想到是南宫雨 小姐 回家吧 女孩满脸震惊 你怎么会在这 南宫雨让小姐不要白费力气 还好今天董事长不在家 这次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你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了 雅拉一脸不开心 还真是谢谢你的大度啊 雅拉看着回家的门越想越起 我都卸载定位软件了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南宫雨拿起了女孩的行李箱 所以你在我的行李安装了定位器 其实是插花老师告诉我的 她说看见小姐从后门出去了 女孩没想到她竟然给我安排眼线 南宫雨其实并没有原地等待小姐下课 女孩黯然失魂地坐了下去 我今天知道跟我联姻的对象是谁了 是李成州要原家的小儿子 对吗 女孩没想到雨知道 好过分 你不觉得这太残忍了吗 你希望我嫁给那样的人 整天以泪洗面吗 你就那么讨厌我 不 我怎么可能讨厌您呢 女孩实在受不了她的态度 自己就像龙中鸟一样没有自由 你们再逼我 我就直接跳下去 我早就厌倦了这样的人生 雅拉愤怒地拉开了窗帘 发现一排排铁栏杆整气滑衣 任凭女孩怎样摇动都没用 女孩虚拖 哼 你什么时候安装了这个 怪不得我说要跳下去的时候 你都无动于衷 南宫雨解释 我这样做是因为您动不动就从窗户逃出去 所以您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都是为了您好 女孩嘲讽 你可真了不起 还真是一条中拳 南宫雨丝毫不受影响 那我先出去了 请您在董事长回来之前休息 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 你以为安装了铁窗 我就死不了了 自我了结的方法又不是只有这一种 我完全可以等你离开后在房间上吊 不对 你连铁窗都安装了 说不定早就在我的房间里 安装了24小时的摄像头 看来是没办法上吊了 小姐 请您冷静 那我干脆在这里 咬蛇资金给你看吧 女孩紧闭双眼用尽全身的力气 只听扑呲一声 鲜血流了下来 看到女孩自杀的场景 南宫允这下真的害怕了 南宫允想不到此刻的女孩一心求死 拜托 让我解脱吧 情况危急之下 南宫允直接向女孩的唇瓣重重地吻了上去 为了自由女孩选择咬蛇自尽 扑斥一声 女孩嘴角鲜血直流 南宫允没想到女孩真的要自杀 面对男人的极力阻拦 女孩拼命地挣扎 嘴里还不断地喊着 求你让我解脱 这下南宫允真的慌了 没有了往日冷漠 情急之下南宫允直接吻向女孩 祈求女孩不要再做傻事 因为您绝对不能死 雅拉看着害怕的云 她这时 女孩直接一把搂过男人的头 狠狠地亲在了一起 两人缠绵在一起 许久多后男人才反应过来想要挣脱 男人急忙地起身 对不 你不要跟我道歉 不对 你来机场的事情 的确需要向我道歉 但刚才的事情 你不用 小姐 刚才是我考虑不周 失态了 您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 怎么可能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会跟爸爸说的 这一点你不是更清楚吗 云 我忘不掉 我会记一辈子的 男公允心许有些波动 我出去吐吐气 等男人走后 女孩呆呆地坐在床上 原来我没有逝去你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以前的样子了 小姐 第二天豪宅了 传来一声尖叫 小姐 吴快醒醒 再不起来 您又该被董事长责罚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您要去聚国的日子 今天就要去见南方的父母了呀 女孩起床生了的懒药 昨天允不是说出去吐吐气吗 可我等到凌晨 她都没回来 真是有够冷漠无情的 庸人急了 小姐您要去见面南方了 您快准备吧 女孩不急不慢地的洗了一个澡后 化妆师早已等待 等她打扮好后 果然倾国倾城 但是女孩现在满脑子想着隐在哪里呀 她是黑帮老大的女儿 却每天都要打扮成乖乖你的形象 就连出去玩的自由都没有 因为出去家的结果只有被父亲无情地殴打 一直打到倒地不起才肯停手 让女孩树立起清纯干净的人设 只为联姻财罚家的小儿子 让父亲自己得到更大的权利 而让女孩最绝望的是 深爱十年的她竟亲自监视我 绝望之下女孩选择了自杀 本以为她会冷酷无情 谁知她竟跪下来求我不要做傻事 让我绝对不能死 我答应了她 因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以前的样子了 她那个眼神是不会说谎的 她还是以前疼爱我的大哥哥 她绝对有自己难言之意 可是第二天一起床就到了见南方父母的面 我满脑子都是昨晚和隐在一起的场景 似乎这一场相亲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出去才发现司机竟是隐 我疑惑 难道她今天也会一起去聚国吗 可父亲在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不敢流入出太多的神情 三个小时后 成功来到了药员家的住所 佣人早已等待迎接我们 父亲通知云只要李药员来了 就给她发个信息 云点头答应 清风吹过云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我煞时间就脸红了 云和樱花同框 看起来好帅 不过好像不止我一个人那么想 走过云身边时 我小声和她说 我答应你不再寻死 至少这段时间我不会做出让你担心的事情 我偷偷牵了一下她的手 告诉她 昨天的事不要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样可是犯规 云少见得露出了微笑 我知道了 突然一道喊声传来 白哑啦 你不快点跟过来 在那里磨蹭什么 在等待李药员事父亲告诉我 坐姿一点都不舒服 我只好不情愿地答应了她 我小声吐槽 为什么等一个点了还不来 父亲训诫道 你不要说话 安静等着 考虑到李药员的总统选举 我都要低调地来聚国见她了 毕竟我们是互相关照的关系 所以如果被外界知道我们要联姻 那肯定会在选举上大做文章 我就知道 从一开始我就不在乎 联姻对象是不是有身体缺陷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没指望自己能拥有正常的婚姻生活 父亲让我不要胡说八道 耐心等待就行 叮咚一声 允提醒董事长李药员夫妇马上就到 我慌乱地坐好 李药员一进门 父亲就赶忙拉着我起身 立马就赞叹起了这里风景优美 谁知李药员的妻子直奔我 很高兴见到你 雅拉 父亲立马察觉不对 不过 您的儿子在哪里 谁知夫人气氛微笑三分诡异地说道 您也知道 我们实现正在国流血呢 所以没办法腾出太多的时间